格林多前书 第五章 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却是这样的淫乱 连在外教人中也没有过 以至有人竟从自己父亲的妻子拼居 你们竟还傲慢自大 你们岂不更该悲哀 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除去吗 至于我 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 但心神却与你们同在 我好像亲自在你们中间一样 因我们的主耶稣的名 已判决了行这样事的人 当你们聚会时 我的心神也与你们同在 以我们的主耶稣的大能 将这样的人交与撒旦 摧毁他的肉体 为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上 可以得救 你们自夸实在不当 你们岂不知道少许的教母 能使整个面团发酵吗 你们应把旧教母除净 好使你们成为新活的面团 正如你们原是无教饼一样 因为我们的逾越节高扬基督 已被击杀做了牺牲 所以我们过节 不可用旧教母 也不可用奸诈和邪恶的教母 而只可用纯洁和真诚的无教饼 我先前在信上给你们写过 不可与淫荡的人交集 这话并不是犯取 这世上所有淫荡的人 或贪婪的人 或勒索人的人 或拜偶像的人 若是这样 你们就非出离这世界不可 其实我写给你们的 是说若有成为弟兄的 是淫荡的 或贪婪的 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人的 或酗酒的 或勒索人的 你们就不要同他交结 并且同这样的人 连一起吃饭也不可 审断教外的人 关我何事 教内的人 岂不该由你们审断吗 教外的人 自由天主审断他们 你们不要把那坏人 从你们中间铲除